防风险 一视同仁 支持不同所有制房地产企业 合理的融资需求 当前房地产的难点 是资金 好的企业 我们在调研当中也看到 有困难的项目 困难的企业 我们也看到有好的项目 为此呢 我们就会同 金融监管总局 来指导地方 建立城市 房地产的融资协套机制 按照 一个项目 一个方案 提出项目的白名单 一视同仁的 来支持房地产企业 合理的融资需求 到目前呢 全国31个省 有312个 这个 地地 以上城市 建立了这么一个协调机制 从上报的白名单项目看 达到了6000多个 在这些项目中 有82% 是民营企业和火核所有制企业的项目 那么截止到2月底呢 已经通过商业银行审批的贷款 超过2000亿 在这里呢 我还要需要强调的是 对于 严重支部抵战 失去 经营能力的房企 要按照法制化 市场化的原则 该破产的破产 该重组的重组 对于 有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 坚决依法查处 让他们付出应有的代价 感谢观看